被控杀父母诈宝的王忠义二审左改判无罪 他表示对无罪判决议无感 记者陈宏瑞摄影分享 男头县王忠义夫妻被控诈宝是亲案 依审认定王杀母判无期徒刑 王亲无罪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根据台大法医研究所报告 认为王母级可能是意外溺弊 且当初警方不当劝诱王取得的自博可信度低 而王也没有因财事轻动机 改判王无罪 王其维持原判可上诉 台中高分院表示 全案尚未定验 为确保未来审判胜利 王暂时限制住居 台中高分检主任检察官吴翠芳说 待收到判决书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王庄义案一二审法庭征典 资料来源联合知识库 致表陈宏瑞 白起坑分享检方起诉 王中义陈丽雅付无业且基欠卡债 不堪长期照顾生病的父亲 三年前涉行在南投仁爱湘北港西上游 持铁器杀害父亲 接着又帮母亲投保50万元 在国性乡中刮西涉嫌逆死母亲 意图诈领保险金 依审认为杀父部分罪证不足判决无罪 杀母部分王中义无期徒刑 陈丽雅不知情无罪 官司上诉二审 何亦庭今年4月间 一台大法医研究所报告 认为王母身上伤势并非外力造成 极可能是意外溺弊 当行释放已积压两年的王中义 何亦庭也查出 王夫妻案发前仍有零星工作收入 累计63万多元 而极限卡债45万多元 但都已承呆账 银行无法对二人执行到任何财产 何亦庭勘验警询录音 发现当天前段约三小时 王军否认犯刑 但警方不断以二个人官跟一个人官是不一样 小孩会被安置等话语劝诱自驳 王自驳后得知未必对妻子有利 随即否认自驳内容 且部分内容与解剖所呈现的伤势不符 先有疑虑 法医贪置性在审理中提出的显微镜检查结果 出血部位相对的皮肤及皮下组织 并无外力造成的外伤 参考国外法医学文献所在前瞻性研究结果 王母级可能意外落神异弊 检方指控王位诈领50万保险金杀母的动机不符常理 且无足够证据 因此改叛无罪